好 再来呢 我想要谈一个部分 是我今天最想谈的部分 就是在教会和圣约的九十五篇的一到三节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因为他们需要建圣殿 可是他们一直没有了解那个真正的含义 所以他们没有做得那么好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们就受到 接受到约瑟士命就获得了一个启示 可是这个启示的一开头 是充满斥责的 严厉的斥责的 一到三节是这样说 他说实在的 主对我所爱的你们 这样说 我所爱的我也责备 好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 接着责备 我为他们预备道路 救他们在一切事上脱离诱惑 而我一向爱你们 第二 因此你们必须受责备 并在我面前受斥责 第三 因为你们对我犯的很严重的罪 因为你们在一切事情上 没有考虑那重大的诫命 就是我给你们有关建造我的店的诫命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我爱你们 所以我惩戒你们 OK 但是主也不会随便惩戒 为什么 如果你做得好 主都是这样奖赏我们的啊 他也不会惩戒 因为我们什么 他说犯了什么 重严重的罪 所以他才惩戒我们 那我觉得这个 很 我在上那个福音进修班的时候 我就问孩子说 那你觉得 爸爸妈妈会惩戒你是因为他们讨厌你了吗 OK 当然不是 我告诉你 以我人生的经验 如果不是你朋友的人 还不会告诉你的缺点是什么 我跟你讲 路人甲乙丙 不会来告诉你 你的缺点是什么 要是真的是你的朋友的人 才会来告诉你的缺点是什么 而他们会这样做 真的是基于爱 所以主要来惩戒他的人民 不是因为他随随便便很无聊 很生气 他就随便生气了就来惩戒 不是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 他的人民做错了事 第二个是因为基于爱 他希望他们怎么样 可以脱离诱惑 可以 可以为他们预备道路 这样他们才可以改变 然后这个呢 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超级棒的 这个是在2010年 看不完我了 讲那个教育和神学太习惯了 都要开始讲18 没有 这是2011年的总 4月的总会大会 陶德克里斯多长老 十二十图 他说在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这篇文章里面他都说 他就说他说 天父对我们寄予厚望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以下这段话就可以表达 他对我们的期望 他说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完全 或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全 所以他提出使我们可以圣洁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承受高荣的荣耀 并住在他面前 他知道达成此事的必要条件 因此他帮助 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番转变 他就提供了诫命和圣约 好那神呢 甚至是圣灵的恩赐 以及最重要的是 他爱子的赎罪和复活 神在做这一切的目的 当然是希望他的儿女 能够体验最大的喜乐 能够永远跟他住在一起 像他一样 可是有一些基督徒并不了解 神会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他们觉得说 哦 就是很轻松就好 可是 西伯来的经典跟基督教的经典里面所描述的神 不仅要求我们要做承诺 更要求我们要奉献一己的生命 所以圣经里面的神所谈论的是生死的大事 并非人生的舒适哦 所以他要求你们要付出有所牺牲的爱 并非那种无关紧要的随意付出 好所以呢 因为他对我们有厚望 就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某些品格跟习惯 然后呢 陶特克里斯多长好说 他想要特别提出的就是 有一项品格是什么 他就说愿意接受纠正 愿意寻求纠正 他说主呢 会管教我们 他说呢 有一件经文是这样子 他说我们如果要符合天父的取望去变成完全 就要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成长的生良 OK这样子 为了做到这个部分 就有必要来接受纠正 所以保罗有谈到 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谈到说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有时候呢 他的管教可能让人难以忍受 但是我们应该要感到高兴 因为神认为我们值得他花时间跟功夫来纠正 这个我很认同 就是身为一个老师 我们会纠正的是纠正的来的 如果纠正不来的呢 最后我会决定的事情就是放弃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at OK 所以神管教有三个目的 一个是劝我们悔改 第二个是淬炼跟圣化我们 第三个呢 有时是要修正我们的人生方向 引导我们到那条更好的路上 比如在摩尔门经里面呢 雅烈的哥哥就跟主谈 主就在云中跟雅烈的哥哥谈了三个时辰 因为他不记得呼求主的名 然后呢 所以他惩戒了他 那这个惩戒是坏事吗 不是啊 因为后来他悔改了 所以雅烈的哥哥 接受这个指责以后 他后来做了什么 他不再有信心了 他相信他知道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甚至可以看到什么 前身的救赎主 并接受他的教导 所以你觉得神的承接不好吗 好啊 让他更圣洁 所以他才可以有后面的更神圣的经验 然后他说忍受管教的经验本身除了激励我们悔改以外 也会淬炼我们 让我们准备好享有更大的灵性特权 他说在这里主说 我的人民必须在一切事上接受受考验 好使他们准备好接受我要赐给他们的荣耀 及习安的荣耀 不受管教的人不配进入我的国度 不受管教的人不可以进入 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 因为凡不能忍受管教又不认我的人 不能被圣化 所以我们应该要很小心留意 不要讨厌那些会帮助我们培养神性特质的事情 那比方说老阿玛有没有他跟他的人民在西兰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社区 他们是一群那么圣洁的人 可是后来却被带入束缚中对不对 有拉曼人来了 然后他们甚至还不能出声祷告 可是在经文里面说 然而主认为应该惩戒他的人民了 是的他要考验他们的耐心和信心 所以呢后来怎么样 虽然不行也不能出声祷告也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 可是主赐给他们力量减轻他们的重担 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背上的重担 最后还拯救了他们 你知道你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当他们离开那个地的时候是 主让那里的拉曼人全部沉睡 另外一群人是去给酒 然后把那些人灌醉 所以他们离开 可是呢老阿玛他们是怎么样 沉用奇迹式的 让这那地方的拉曼人都沉睡了 所以这个经验就让他们的信心越发坚定不已 所以他们从此以后就举 跟主有了特别亲密的关系 而这也是一段我觉得 摩门经里面很特别的教导 即便是圣洁的人 他们也被神淬炼 而神也加重他们身上的负担 然而就是神他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然而神减轻了他们的重担 让他们可以承受得起这些事情 而这些特别的经验 让这些人信心更坚定 跟主也有更亲密的关系 然后呢 那个 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就说 之前有一个总会会长团的资历跟十二使徒 就是寿白朗会长 他说他谈到他一个个人的经验 他说很多年前 他曾在加拿大买了一座荒废的农场 在清理修剪这块枝的时候呢 他看到一株大概六英尺 就是大概1.8公尺的红醋栗树 然后树上没有解任何的果子 所以他就开始 开始修剪着这棵树 然后只留下短短的枝子 然后他说他在每根砍过的短树枝末梢 都看到了一滴泪水 他觉得好像是 都看到一滴露水 他觉得好像是这棵树的泪水一样 红醋栗树似乎在哭 他好像听到树在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长得这么高 而你现在竟然尽把我砍下 园子里的花草树木都瞧不起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还以为你是这里的园丁呢 然后那个白狼会长就回答说 小树栗树啊 我是这里的园丁 我知道我要你长成什么样子 我不要你当成果树或遮阴的树 我要你当红树栗树 小红树树 等到将来有一天你身上结满了果子 你就会说 圆丁谢神 谢谢你这么爱我 而砍下了我 我自己以前在传教的时候 我有这样的经验 我都会觉得说 需要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你需要减掉你身上的一些习惯 就好像这些数字被修剪一样 那这些习惯可能跟着你一段时间呢 你要改变其实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 但是为了让自己变更好 这些东西还是要忍痛被捡走的 然后多年以后呢 白狼会长他担任加拿大陆军的司令官 驻守在英国 然后一个比他位阶高的军官在战争上就殉职了 然后呢他其实是可以被晋升为将军的第一顺位人选 所以他就被传到传唤到伦敦 他完全符合升级的资格 可是却是因为他是一个魔门教徒 而没有被晋升 那指挥官大概就是说 你应该得到 你应该得到这个职位 但是我不能给你 所以呢 这个使得白狼会长十年的期盼 祈求和准备都在那一刻 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 他说他回忆到 他说我那一 他带着破碎的心和苦闷的灵魂 搭上了火车回去了 当我回到帐篷内 把军帽摔在床上 我双手握拳 朝天挥舞的说道 神啊 您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为了这个目标 我竭尽所能 所有能做的 该做的 我都做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他说我 他说我的心里有如苦胆满怀 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认得这个语调 是我自己的声音 那声音说 我是这里的园丁 我知道我要你做什么 然后呢 白党会长就说 我的灵魂就不再充满怨恨 我跪在床边 祈求神宽恕我不知感恩 如今 经过了将近五十年后 我仰望着神说 园丁先生 谢谢你这么爱我而砍下我 这么爱我 才让我伤心 所以 神真的知道 白党会长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也知道必须要发生什么事情 才会让他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神就修正了他的方向 让他准备好去接受神圣的使徒的职位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诚心的符合 诚心的渴望符合天父对我们的厚望尽力去做 天父就会让我们获得所需的一切帮忙 像是安慰巩固或管教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所需的纠正就会比 就会以许多的形式 从各方面而来 那这样的形式可能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意念和心思说话 或是对我们的祈祷说不 或是给我们一些出乎意料的答复 那我们经文的时候 研读经文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 不服从或是自己忽略的事情 而这个都是神会给我们的管教 那那个陶特克里斯多长也说 纠正也可能经由他人而来 特别是那些受灵启发来 关照我们福祉的人 比方说总会大会的演讲 然后可能我们听到某些事情 就是为了要呼吁我们要悔改或改变 那如果我们听从的话 就会提到更高的层次 然后他说温柔的纠正也可能来自我们的配偶 理查斯考特长老呢 他说他刚回答刚结婚时的一件事情 他说他的妻子经理呢 建议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要看着对方 他说你会看地板 会看天花板 窗户可是就是不看他的眼 他们的眼睛 他接受这个温柔的指证 这让他在与人相议或共事的时候 变得更有效率 那父母也可以纠正孩子 甚至加以管教 裴道班会长曾说 一个人若有责任提出纠正 却没有去做 那么这样的人是在顾虑自己 他说要记住指证必须及时 而且要明确清楚 当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事实严厉训诫 事后对你训诫人表示更加的爱 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的是 主要惩戒我们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如果不爱的话 真的不用管教了 路人夹一品 我们真的不用去管教他们 对不对 所以要记住 如果我们拒绝他人的纠正 尽管他们爱我们 也可能不会再指证我们了 我们一再拒绝 对慈爱之神的管教 做出回应 他也就会放下手不管了 他说我的灵是不会一直对世人努力的 所以呢 大多数的管教应该 好 那最后就说 大多数的管教应该来自于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要能够自我修正 他说那个以前的那个 约瑟胡适令长老 他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常常分析 自己在每一项指派工作 和任务上的表现 他渴望让神喜悦 所以决心发觉 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 而且更勤于应用他所学到的每一个教训 所以呢 不管我们自己的天分如何 我们都可以达成神对我们的厚爱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磨乃郑重的宣告 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达成的神对我们的厚爱 对不起我念错了 他说如果你们摒弃一切罪恶 尽能敬意 尽力 爱神 那么神的恩典 对你们来说是足够的 再来呢 我想要谈到一个部分 这个是在教育和圣约的95篇的第8节 然后11到17节 然后97篇的10到17节 所以我们会稍微念一下 好95篇的第8节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已经给 我已经给你们一条诫命 你们应当建一座圣殿 我计划在那殿中将高天的能力赋予我所贤选的人 所以呢 他们要建一所圣殿 OK 建主的殿 OK 然后呢 要做什么 神要把高天的能力给他们 给高天的能力 是为了给这些高天的能力 这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11节12节 好他说 11节到17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的旨意是要你们建一座殿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诫命 你们就有能力建造 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诫命 父的爱就不继续与你们同在 所以你们将行走在黑暗中 13这就是智慧 也是主的心意 要把那殿建造起来 不是按照世俗的式样 因为我不要你们按照世俗的式样建 好除了这个以外 高天能力以外 不是世俗的式样 所以这有让我想到说 这个是他们当初要建这座圣殿的时候呢 他说路西麦克斯密记得有一次会议当中 曾决定木板屋太贵了 所以有人想要建原木屋 所以那时候约瑟就提醒他们说 可是他们不是要为自己或其他人盖一座房子 而是要为神建造一所屋语 难道他就说难道我们要为我们的神造一个原木屋吗 他说我们我有比这更好的计划 我有主给他 我有主给他自己屋语的计划 所以呢他们后来才开始建 所以那个建也不是神的 不是一般世俗的式 世俗的式样 所以那殿要像将我指示的给你们之中三个人那样建造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有讲到他们三个人祈祷以后就获得这个启示 然后他们写下来画下这些蓝图 那你们要认命并案例他们有这能力 好甚至呢内院的尺寸应该是55英尺宽 然后内院的下层要奉献给我 好使你们献上圣餐 讲道 进食祈祈祷以及向我献上你们最高的神圣的渴望 然后内院的上层要奉献给我 作为我使徒的学校 OK 子阿曼说 换句话说 阿拉斯法 换句话说 二梅斯 就是你们主耶稣就说的 所以呢 上面跟下面 OK 这个呢有讲到说 这个有讲到内院有上下两层的功能 那内院这个词呢 就会让人想到就是圣经耶路撒冷时代的圣殿的样子 所以呢 他是不能照世俗的方式来建的 另外是97的10到17节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的旨意 是要你们按照我给你们的释样 在习安为我建造一座殿 好 是的 用我人民的十一奉献 赶快将那殿建造起来 十二 这是我主向他们的手要求的十一奉献和牺牲 为了习安的救恩 为我造一座殿 作为所有圣徒感恩的地方 作为所有被召唤担任事工的人 接受起一切召唤和职务 所有 一切职务 一切召唤和职务有关的指示的地方 十四 好使他们在事工的了解上 在理论原则教义上 在神 世上的国度 一切世上都能成为完全 那国度的权要以授给授予你们 十五 只要这个人民奉主的名为我建造一座圣殿 并不让任何不解的事物进入 使他不被玷污 我的荣耀将停在其上 十六 是的 我必亲自在那里 因为我要进去 所有进去写心地纯洁的人 必得见神 十七 但如果那店被沾污 沾污 电污 我就不进去 我的荣耀也不会在那里 因为我不进不容不解的店 好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 一个是会给高天的能力 然后呢 神的荣耀会在那里 还有呢 一个部分就是 他们 这是一个他们可以感恩的地方 还有呢 是他们可以接受启示的地方 OK 所以在那里可以看见神 那是为什么 在每一个时代 神的代言人 神的先知 都会召唤 要求神的人民要进入圣殿 因为这件事情相当的重要 因为神要在圣殿里面 祝福他的人民 然后甚至因为那时候 他们没有 没有马上建圣殿而被责备 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在卖地里面 选了一个地方要来建造圣殿 那海伦斯密呢 就立刻拿了一把镰刀 开始整地 他说 我们准备为主新建一座乌鱼 而我打定主意 要成为第一个工作者 所以要知道 当时为什么海伦这么的 热切的要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是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情对神的人民 对他自己有多重要 获得这些救恩的教育 获得这些来自神的启示 对神的人民 对他自己有多重要 所以呢 请大家要注意 看看圣殿 而我们非常有幸的 在台北的地方 这么靠近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有圣殿 所以也鼓励配称的 捷径的弟兄姐妹 可以尽可能的多去圣殿 为我们自己可以获得救恩 为其他的以示者 也可以获得他们的救恩 好 再来最后我想要谈到的是 97篇的21节 然后18节 然后我会悼念15节到17节 然后甚至19节到22到28 好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有念过了啦 所以20 但是我要先念21节 他说 所以主这么说 习安应当快乐 这就是习安 心地纯洁者 所以习安应当快乐 而所有邪恶者 要什么 要哀哭 所以这里要有讲到习安 习安是什么 习安是心地纯洁者 那除此之外呢 习安是什么 习安和新耶路撒冷 这两个词在圣经都出现过 在旧约中 习安一词呢 通常是指耶路撒冷 跟他连同圣殿山的这区域 然后呢 新约额预言 主将来会有一天会 造新天新地 在这个新天地里 会产生一座神的城 那座城就叫新耶路撒冷 然后呢 所以 约额师民获得的启示就是 将来会有一座习安城 而这座习安城 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密苏里州的独立城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 在那里购买 陪着是主将就开始 在那里购买土地 帮助那里的 抵达那里的新成员定居下来 甚至呢 就是开始 那个约额师民跟他的总会会长团 就开始 在那个设计 这个整个城市的土 努力的寻求神的指引 要建立很多的 让当时的这些圣徒就可以降定居下来 然后就这些 他们就被驱逐了 这些地 米苏里州的市民就被逐出了这个地方 被迫放弃土地 停止建造习安 不过呢 圣徒们也一直在努力 开始为救赎习安做准备 回到将来 回到米苏里州 再拿回属于他们的土地 再次的建立这个神圣之城 所以呢 他说这是 清理纯洁者 那清理纯洁者会做什么 他说 清理纯洁者 他说 在18节 他说 看啊 喜安若做这些事情 就必昌盛扩展 必成为非常荣耀 非常伟大 和非常可畏 是做什么 是15节 16节 17节说的 建一座圣殿 不玷污他 然后呢 心地纯洁的人 就将看到神 OK 但是如果没有做到 就是22到28节说的 看 报应上旋风般 迅速临到罪人 谁能逃避 23 主的惩罚将日夜来临 有关报导将苦恼万民 是的 这惩罚将不停息 直到主来 24 因为主的义愤 以对他们的正行 和他们的一切恶行然起 25 然而喜安若遵行 我命令他们的一切 就能避免 OK 所以一切就是 如果没有罪行就能避免 26节说说 但如果他不遵行我命令他的一切 我必按照他的一切行为 用剧烈的痛苦 瘟疫 灾病 刀剑 报应 和吞灭的火箭 处罚他 所以 这件事情会 一再的 在他的耳边 再念一遍 27节说的 但是我已经接纳他的献计 如果他不犯罪 这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反而是在28节说 我要以许多的祝福祝福他 给他和他的后代 倍上加倍的祝福 永永远远 主你们神这样说 所以呢 我们在神的教会 在神的国度 要获得祝福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不行罪 不过我们是正义的 纯洁的 像这里说的 诚实的 有破碎的心 痛悔的灵 愿意牺牲 神要我们牺牲的 我们就能蒙主愿纳 所以愿我们能够准备好自己 让我们自己能够 配衬的进入圣殿 让我们自己能够改变 那像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 被管教 愿意去听 被指正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好 在主再次来临的时候 能够迎接他的来临 而不是说 挖个地洞 躲起来 因为我们将来在 主的荣耀中 都能够看到彼此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友好 所以呢 什么 好